2022年曹操领兵15万 打算先解决晚成的张秀 在攻打领部中 自知不是对手的张秀 果断选择了投降 随张秀进城后的曹操 在一顿胡吃海腮后 觉得漫漫长夜 无心睡眠 头起所好的侄子曹安明 主动把张秀的沈娘纵于曹操 让二人畅谈一下理想人生 老爹这好人气的老毛病又犯了 我还是赶紧闪人吧 听老爹强根 多少有点小尴尬 快来人 大公子摔猛过去了 大公子你醒了 你们是谁啊 讲干什么 大公子我是您的亲卫统领胡三啊 您这是怎么了 什么亲卫统领 什么胡三 我不认识 我告诉你别过来啊 否则我立马报警 老大 大公子不会把孬子撞挖特了吧 比瞎说 大公子你真不记得我了 我胡三啊 刚子看了他几眼 又打量了一下房间的四周 发现屋内古朴的家具样式和胡三几人的穿着 我这么难道穿越了吗 刚才明明都快到家了 怎么就来这了 于是他赶忙稳定心神 思索其眼下的处境 刚一闭上一连串记忆涌进了脑海 建安二年 曹操晚城之战 这具身体的原主人竟是曹昂 我低个亲娘勒 这根本不就是嘎在建安二年的晚城之战吗 这么说 我刚穿过来还没过把瘾 就要嘎了 我这也太惨了吧 不过既然我现在还没嘎 就还有时间 眼眉将军回来了吗 眼眉将军被张秀叫去喝酒了 后来大公子你突然摔倒 杯子一直照顾您来着 他现在回没回来杯子也不知道 赶快去查 是 回来 我有一种预感张秀可能会反 什么 喊个鸡毛啊 陶安民这坨玩意将宗夫人抢了 张秀若是不反 日后他的名声会比吕布那个三姓家奴还臭 换位思考 要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办 我嘎他全家 这不就结了 大公子那我们现在怎么做 这样 你带一队人去北门接过城门的控制权 一定要将北门牢牢掌控在我们手中 张秀若是反了 北门是我们唯一的退路 接收北门后 一一时间去通知于晋将军 让他早做准备 一旦城中有伊利克攻城 放心吧 大公子 只要杯子还有一口气 就绝对不让张秀将北门夺去 完成之战前 张秀好像派人到了点为的兵器 导致战力大打折扣 最后力竭而嘎 军中有没有跟点为将军那对双几外形 差不多的兵器 立刻去寻来 嗯 胡车儿 这时候他不陪着点为喝酒 反而做贼似的在院中游荡 看来目的不言而喻啊 去 用这对短戟将点为将军的双戟给我换回来 胡将军 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原来是大公子 悲之失敬 这么晚了大公子怎么还不休息 在下可没胡将军悠闲 点为将军还没回来之前得寻夜啊 辛苦辛苦 日则所在谈不上辛苦 只是仰望胡将军勇武已久 还想着等忙完找胡将军 大醉异常来着 看来今天是没有机会了 公子放心 以后有的是机会 二人又闲扯了一会儿 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胡将军先忙 还有植物在身就不叨扰了 好险 还好没撕破脸 这张秀手下第一猛将可不是闹着玩的 真要打起来 我估计连远处的三成武力都发挥不出来 大公子双击还来了 主公末将性不辱名 将点为的双击偷来了 怎么这么轻 传言点为的双击共重81斤 可这连20斤都不到啊 什么 我试试 主公这真是我从点为房间偷来的 白天曹操赠你黄金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对 现在看来果真被判了 胡将军 将你到双击的经过 原原本本的跟我说一遍 一个字也不能遗漏 如蒙大事的胡春 连忙将路上发生的是将了一遍 曹我没问你去拿吗 没有啊 坏了 什么 我们的是可能被那小子给察觉了 天上我们该怎么办 现在收手也来不及了 曹操性格多疑 明天早上起来 必然能从蛛丝马迹中察觉到我们的目的 违京之计只能提前发动了 没了退路的张秀眼中 闪过一丝疯狂 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莫将这就率军功打曹颖 来死了 都说不合了 怎么还到 我迷马 不然酒疯子的思维跟正常人不一样 于是在门外搓了一把冰水 进来直接塞进了点位的衣领 子修大半夜的不睡觉 你抽什么疯啊 张秀可能要烦 我们得早做准备 什么 这怎么可能 没时间跟你解释了 赶快醒一下酒 今晚如果平安无事 明天我亲自给你赔罪 听到此话 点位二话不说 就跑到屋外 把酒吹吐了出来 还真反了 你先应付一下 我去通知父亲 留了留了留了 这个没一期的东西 不请张秀反了快跑啊 此时曹操正准备和邹夫人 干给该干的 把那破罗嗓子穿进耳中 什么张秀反了 这兵荒马乱的快跟我走 曹操在前面别让他跑了 放箭放箭 小 Dang 吹 Origx2 ifs MI 主公别花 点位来眼 F First Lambino Major 20 老 proposal 牛Bìa 子秀 amazing YouTuber Diego Ärg Di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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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втор